第203章,官宣断绝关系 楚家庭偏谋一看,发现是查理斯 跟吃了火药一样按下了接听键,不耐烦地开口 又干什么?查理斯,要对我说教吗? 家庭,你快看热搜啊 今天你那番言论被上了热搜,已经爆炸了 而且,纪事的新闻台记者还拿到了梦冕的独家采访 说了当初被赶出楚家的实情 现在楚家变成了众矢之地 你这件事最好想办法解决掉吧 靠!楚家庭真的没忍住 吐出了一个脏子 想到这件事来得很快 但是,没想到来得那么快 梦冕这家伙,果然早就计划好了 再拿到了楚家庭的录音 而后又跟记者联合起来 做了一个独家采访 楚家庭无比懊悔 当初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在梦冕的面前,如此没有防备 也是没想到,梦冕竟然这么卑鄙 如今长子毁清了,都没有办法 只能够强行去面对 转念一想 楚家庭面露喜色 对啊,梦冕接受独家采访 想要落井下石 这不就是暴露梦冕目的最好的时候了吗 这样,姐姐们就会知道 我的用心良苦 看穿梦冕的真面目了 楚家庭赶紧掏出手机 给楚海军打去了一个电话 不管楚海军现在是怎么想的 楚家庭认为自己都是楚家人 大姐他们只是太过生气 被梦冕洗脑了 现在梦冕迫不及待暴露了真面目 楚海军他们就不会相信梦冕 梦冕的阴谋会不攻自破 结果 宁波打的电话号码未接听 大姐 楚家庭痛彻心扉 楚海军竟然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拉黑了 可是为了楚家 楚家庭只能够强忍着心疼 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 结果 没有一个姐妹接楚家庭的电话 那一刻 楚家庭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错觉 最重要的人全都不要楚家庭了 直至打给了楚天柱的时候 响了十秒钟 楚天柱才接通了电话 有什么事 楚天柱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烦 天柱 你看到热搜了吗 这就是梦冕的真面目 他早就计划好了要对付楚家 我都是被梦冕陷害的 关于这件事 吴姐在家族群里说了 天亮的时候大姐会处理好的 别忘了这个麻烦是你带过来的 是你撒谎骗了大姐他们 是你不听劝阻落了眼阁把柄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心话 亏我还把你当作我尊敬的姐姐 原来你竟然是这样恶毒的女人 不等楚家庭说完 楚天柱冷声打断 声线之中充满着浓浓的失望 天柱 你疯了 我可是你的亲姐姐 你一口一个眼阁叫着的 你忘了是她取代了你楚家真少爷的身份 她锦衣御时享受着楚家少爷光环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 差点连穴斗 够了 我不允许你侮辱我的养父母 他们人很好 这件事情也不是眼哥的错 我这个当事人都没这么想 你干嘛要月祖代宝帮我想啊 又不是你丢失的 你吃馅啊 楚天柱感觉自己跟楚家庭完全无法沟通 昔日的姐弟 勤奋在楚家庭一意孤行的坐惊之下 消磨得一干二净 直接挂断了电话 喂 天柱 喂 楚家庭感觉自己快吐血了 明明是为了家人们着想 为什么一个个都将楚家庭视为洪水猛兽 他们可是一家人啊 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够彼此信任呢 怀疑人生的同时 楚家庭只能够硬生生熬到了天亮 不知不觉睡着了 是等到了工人来到这 T 甜点店上班的时候 看到楚家庭趴在桌子上 还以为楚家庭是因为最近打击太大 神经失常了 一时间只能够在一边观望着 不敢过去看 你们说老板会不会死掉了 看着像啊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喂 你过去看看 尼玛的 你怎么不过去呢 还是打一下120吧 查理斯赶到了J T 甜点店 昨天晚上联系了好几次楚家庭 除了战线 就是关机 人都找不到 好不容易得知了楚家庭在J T 甜点店 快速赶了过来 看着楚家庭现在一动不动的样子 查理斯心里头也发慌 喂 家庭 你没事吧 别吓我呀 查理斯上前去拍了拍楚家庭 呜 楚家庭轻轻身影了一声 抬起头来 睁开眼睛 戴萌萌的睡眼 看清了查理斯的样子 我 我怎么睡着了 该死 现在几点了 楚家庭拿出手机一看 看到早上九点钟的时间 还有 一条新的热搜 楚氏集团官宣楚家庭 跟楚家断绝关系的字眼 这 这么快 楚家庭仿佛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 不 这不可能的 连记者会都还没有发布 家人们怎么会那么快 就跟我断绝关系了 他们难道真的那么残忍 查理斯轻叹了口气 记者会下午才召开 楚氏集团只是立马发布了个声明 家庭 你还是看看为好 楚家庭文言颤颤巍巍巍地点进了热搜里面 楚氏集团的声明很简单 孟眼离开楚家 他们之间是有着互不干涉的口头协议 奈何楚家庭执迷不悟 一定要将这 T 甜点店开到了梦魇的隋安甜点店对面 毁坏协议 几经劝告魏国 楚家只能够跟楚家庭断绝关系 希望能够让楚家庭醒悟 从现在开始 楚家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跟楚家没有任何瓜葛 底下评论区骂声一片 心疼GD 楚家庭凭什么这么大 GD那么帅 身材好 还会做甜点 简直就是男神 我哭鸟 都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人家都被赶出楚家 落魄到开一家小甜点店为生了 还要这么搞 真是资本没接受过正义的铁拳 不怕被极限一换一啊 GD 真的承受了很多委屈 他还一直不说 倒被骑在头上拉屎才爆出来 真的 好善良 我哭死 楚家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恶心 记者会说的冠冕堂皇 什么帮贾少爷找回了亲人 才将贾少爷送回去的 我呸 明显就是要给真少爷腾位置的吧 我看过楚家庭的 cosplay照片 那鼻子肯定是冻过的吧 一点都不纯天然 我悠了 也有楚家庭的粉丝在下面不停说 支持姐姐让子弹飞一会儿 事情反转的还不够多吗 小心打脸 不过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骂声淹没 忽略不计 草泥马大 老娘的鼻子 哪里不是纯天然的了 这个用户是哪个沙雕 老娘非得找人告诉他不可 可以侮辱楚家庭的人格 但不能侮辱楚家庭的容貌 这是女人最后的底线 查理斯嘴角狠狠一抽 不是 家庭 你关注的是这个点 像这种难以猜测的女人 脑回路 难道都是这样的吗 继续装修 查理斯 我要最快的速度 三天之后 J T 甜点店就要开业 我是不会让孟严 继续为所欲为下去的 既然家人们不管我了 那正好 我要做什么 都无所忌惮了 第204章 当初谋害孟临的凶手抓到了 楚家庭面目猙獰 已经接近癫狂了 不是 都闹成这样了 家庭 你还不收手吗 查理斯一脸猛逼 让楚家庭看这些 是想让楚家庭知道 事情闹得快要无法收场了 而不是让楚家庭对孟严的仇恨越发深刻 我收你MLGB 再叫一句 我就吵你鱿鱼 我不是非你这个设计师不可 赶紧按照合同办事 查理斯气得浑身发抖 用C国人的话语说 这就是好心被当驴肝肺 行 你说的 以后你死得再惨 我不会帮你收拾 查理斯气冲冲地离开 看了一眼那些还在吃瓜的工人 吼了一声 看什么看 没看过帅哥吗 赶紧干活呀 是不是想被扣工资啊 无辜躺枪的工人们一脸窘子 原本以为老板楚家庭就够神经病了 没想到 这个斯文有理的外国佬都被楚家庭被逼疯了 真牛逼 下午 随安甜点店的生意长红贯日 比起昨天还要恐怖 主要是今天的热搜上去了 梦衍的热度值直接爆表 从某种程度来说 梦衍的人气已经超过了楚家庭 一个世界西点赛冠军开的顶级甜点店 哪里比得上被赶出楚家的假少爷 这么有话题性的梦衍对这些人气来者不拒 当然 甜点店内的安全还是要保护好的 任何人只能够排队进入 其余的就交给城管门吧 梦衍已经无暇顾及了 楚家庭坐在这 T 甜点店内 有些记者偷偷摸摸想要来采访楚家庭 都被挡了出去 楚家庭正在用手机按照名单 联系着自己认识的那些富家少爷 千金 贵夫人 请他们在这 T 甜点店开业当天过来捧场 本来之前都联系得好好的 这次是正式发送邀请函 结果大部分人都表示临时有事 过不去了 还隐晦地询问楚家庭到底跟楚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楚家庭将楚家赶出梦魇的真实原因自爆 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楚家庭还得陪着笑脸解释 网上那些都是谣言 楚家庭没有被赶出楚家 自己可是楚家六千金 谁敢将楚家庭赶出去呢 不对啊 下午我看你大姐召开了记者会 直接宣布跟你断绝关系 将你赶出楚家 从此你做什么都跟楚家没有关系 这都开记者会了 哪里还要假的 家庭啊 不是我说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人神共分的事情 让你大姐如此生气 要将你赶出楚家的 光是为了一个假少爷 没必要那么大动尴尬吧 楚家庭嘴角狠狠一抽 也想知道 到底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楚海军要这么对自己 楚家庭想破脑袋 都不知道家人们是怎么想的 一个个把梦魇看得比楚家庭还要重要 疯了 全都是疯了 现在各种因素加起来 打得楚家庭措手不及 头皮发麻 随安田点店 今天售盘的时间比想象中还要早 仅仅是下午两点就挂上了售盘的牌子 留下了一部分的材料 全给林又威拿来练手了 眼哥 还撑得住吧 负责前面收银 跟店内管理的宋阳都被整得够呛的 说实话 人力还是少了点 之前没想过因为楚家庭这么一闹 随安田点店的名声已经空前膨胀 不知道多少人就是想要来吃个瓜 看个热闹 蹭个名气 特意跑到随安田点店的 不要小看普通人的吃瓜能量 有瓜吃 天南地北都能赶得过去 店铺就这么大 现在还是对付楚家庭的关键时刻 不适合赵多余的人手来帮忙 只能靠他们撑住了 撑得住 梦魇淡淡吐出了这三个字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喝了灵萧开的中药之后 今天的状况好了很多 没有那种神经一抽一抽的感觉了 虽然知道中药的效果没有那么快 不过要是对症的话 至少梦魇不用担心 突然晕厥的事情再次发生 撑不住 也得撑下去 这一次 梦魇只能赢 不能输 说实话 眼哥 我是真的没想到 楚家那么干脆 就跟楚家庭断绝了关系 毕竟他们家里是那么团结的 就因为你 嗨嗨 我觉得这么说有点不可思议 但我总感觉 楚家人对你的态度改变了 眼哥 若是一个天助我还能理解 其他人 将你赶走的时候 不都是 投了赞成票的吗 这人啊 还真是奇怪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楚海军的头疼正复发了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怕是连多看我一眼 就先碍眼 梦魇敏了敏唇 冷静地道出了这个事实 如果不是楚海军头疼正复发 导致他们必须来求证梦魇 也不会有后来楚文艳恢复记忆 楚思思发现了梦魇的脑癌 或许 楚家中有不少人得知 梦魇得了脑癌的事情 楚思思跟楚海军是一定知道的 其他人梦魇不好说 楚天柱应该是不知道 不然不可能不询问梦魇 关于脑癌的事情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给了梦魇 梦魇掏出手机一看 黄队长 赶紧按下了接听键 黄队 是乔一的事情 有消息了吗 梦魇 并非是乔一的事情 而是我们掌握到了另外的线索 经过助起小姐提供的帮忙 我们初步锁定了 朝皮跟大佬 毕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周密调查之后 确实 朝皮暗中收买过大佬毕 买通吴春元去教唆小孩子 对梦灵下手 求礼物 穷死了 第205章 让楚家庭身败名裂 黄文龙作为警察队长 敢说出这样的话 想必是掌握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据 有把握了 由于梦魇暗的是外放 店内现在只有送阳 林又威在后厨练习着 没有什么值得防的 听到这个消息 梦魇顿时感觉一股子气血翻涌 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后厨去拿把刀 将楚家庭给捅死了 这个该死的贱人 对付梦魇还不够 甚至还将魔爪 伸向了无辜的小女孩 楚家庭啊 楚家庭 难道这个女人一点心都没有的吗 如此的肮脏 龌龊 梦魇想到自己 曾经那么真心实意的 将楚家庭当做姐姐看待 就一阵作呕 我 卧槽 宋阳听到后也是气得半死 在宋阳心里 是真心将梦玲 当做自己的亲妹妹看待 兄弟的妹妹 也就是宋阳的妹妹 如今 听到上次学校闹出来的事情 竟然跟楚家庭有关 不行了 眼哥 我要冲过去 那个该死的楚家庭肯定就是 这 T 甜点点 我 我要掐死他 宋阳都要控制不住了 等等 宋阳 不要打草惊蛇 梦魇眸光之中 深谙如晦 我一定会让楚家庭付出代价 这一次 心仇旧恨 要一并清算了 说完之后 梦魇又对向了电话 黄队长 我想问一下 如果借由这件事情 向楚家庭提起诉讼 能有几成胜利的把握 如果潮皮跟大佬 必一直咬死不说的话 没什么所谓的把握 尽管现在楚家庭 有着充足的动机 还有关系链 他们这些在道上混着的 信誉是最重要的 撇开潮皮跟楚家庭 曾经谈过恋爱的关系 如果潮皮真的将楚家庭 给供出来 他们基本没法混下去 只能够离开了 最重要的一点 这种事情 只能够说是小矛盾 关不了多久的 除非楚家庭 还做过什么更加恶劣的事情 被我们抓住了证据 当然 对最后一句话 黄文龙没抱有这么希望 一个世界西点赛冠军 楚家六千斤 前途无量 就算跟潮皮这种混混勾搭在一起 他又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就连针对孟灵 只是为了恶心梦魇罢了 我知道了 谢谢黄队长 关于这件事 就继续麻烦您了 不麻烦 我是人民警察 调查真相是我的职责所在 关于乔一的事情 我们一直在追踪 如果有消息 我们也会立马通知你的 在这里 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孟魇 我知道你现在得知情况很生气 不过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希望你 能够保持理智 知道怎么做 才是将犯罪嫌疑人 绳之与法 最好的选择 黄文龙语重心长地开口 如果不是相信孟魇的理智 黄文龙不会那么快 就将此事拖出 这件事 就算往大方面说 都只是小事 毕竟没有造成人员财产伤亡 好 挂断电话后 孟魇坐了下来 深深吸了一口气 宋阳用力拍了一下桌面 怒气冲冲地开口 眼哥 哎 凭什么楚家庭做了那么多坏事 我们还不能动他 让他逍遥法外 这样也太憋屈了吧 林又威也是默默从后厨走了出来 刚才孟魇跟宋阳的对话 林又威都听到了 向来性子不喜欢招惹的林又威 此刻眼眸都闪烁着怒火之色 孟灵那么好的小女孩 楚家庭都不放过 更别提还对孟魇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人不能够得到惩罚 林又威真的觉得老天也很不公平 凭什么努力生活的人要忍气吞声 做错事情的坏人就能够逍遥法外 憋屈 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怕打草惊蛇 我现在就特么冲过去 把楚家庭狠狠捶一顿 谨慎的理智告诉孟魇不能这么做 太过冲动 反而会毁掉全部的计划 到时候 楚家庭告个孟魇故意伤害罪 让孟魇进局子了 那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楚家庭的J T 甜点店彻底踩在脚下 楚家庭那么狂妄自大 给我们引流了一大波热度 就借着这股热度 趁热打铁吧 可是眼哥 就算我们打败了楚家庭 我总觉得不解气啊 宋阳冷静下来 只觉得比吃了屎还要难受 偏偏现在是法治社会 宋阳没法找人 直接将楚家庭给阴了抱打一顿解解气 只能够看着楚家庭这样子 继续嚣张下去 太气人了 放心 我清除楚家庭的性格 现在楚家庭被赶出楚家 想必对我恨之入骨 继续打击他下去 他早晚有一天会想不开露出马脚的 到时候 我一定要亲手将楚家庭送进监狱 让他身败名裂 孟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那么恨过一个人 恨不得亲手让他生不如死 楚家庭就做到了这一点 行 眼哥 如果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 我一定支持你 我看这楚家庭还能得益到什么时候 林又威听完颂阳跟孟魇的决议后 转身走进了后厨 如今 林又威能够给孟魇提供的支持 就是将孟魇教给自己新的甜点制作方法做好 有了之前累积的经验 加上林又威的天赋 今天在孟魇的细心教导下 林又威总感觉自己掌握到诀窍了 叮铃铃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 孟魇 在吗 是助喜的声音 孟魇赶紧上前去开了门 助喜姐 你怎么来了 不提前打个招呼 孟魇 我刚才得知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消息 我知道你最近忙着跟楚家庭的事情 我出于立场不好多问 不只是因为我跟青梅姐的关系 助家跟楚家也有着商业合作 只是这一次 我必须来找你当面谈一谈 见助喜姐脸色凝重如墨 孟魇点了点头 今天甜点店的营业已经结束了 助喜姐 是在这里 还是 此事我还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 只能说明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还是私底下谈谈吧 听助喜这么说梦魇就明白了 好 宋杨 那店里先交给你了 我跟助喜姐出去一趟 行 眼哥 放心交给我们吧 那个 助喜姐 林又威突然走了出来 等你们聊完之后 能不能回到甜点店一下 我有个东西 想要给你看看 当然可以 又威 放心 我不会占用梦魇太多时间的 助喜冲着林又威露出会心一笑 能看得出来这小妮子对梦魇的心思 在外人眼中都如此炙热璀 怕是本人都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谢 谢谢你 林又威用力点了点头 继而走回了后厨 这丫头 这丫头似乎没以前那么容易害羞了 是变了 我的错觉 助喜迷惑地看向了梦魇 是变了 大家都变了 我也变了 梦魇只能够回忆苦笑 助喜直觉梦魇跟林又威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助喜骑着机车丢给了梦魇一个头盔 两个人奔驰而去 这一幕落在了一直坐在 J T 甜点店躲避记者 隔窗观察着隋安甜点店一举一动的楚家庭眼中 简直杀人诛心 无比难受 第206章 乔伊被拐卖免电 助喜姐 为什么会跟梦魇关系那么好 到底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被梦魇给洗脑了 楚家庭恨得一口牙齿都快咬碎 关于助喜跟梦魇有来往的事情 楚家庭略有耳闻 亲眼见到的时候 还是觉得不可理喻 先是楚家全部人为了梦魇跟楚家庭断绝关系 搞得现在楚家庭名声都臭了 里外不是人的感觉 甚至连助家的人都帮衬上了梦魇 正因为楚家庭知道 助家有多么强大的能量 此刻颇为忌惮 不知道楚清没知不知道他的小迷妹 已经变成叛徒了 梦魇跟助喜带到了附近一家他投资的茶社 像这种顶级豪门的少爷千金 或多或少都会投资一些奶茶店 咖啡店 茶社 就是为了方便招待朋友 等梦魇坐下去后 主动开口 助喜姐 刚才黄队长打电话来跟我说 找到了当初只是吴春元的罪魁祸首 跟楚家庭有关 是你提供的线索 没错 这是有一次大佬 闭合罪了之后 不小心透露出来的 按照这条线 加上楚家庭有充分的动机 我将这件事情告知给了黄队长 警察出身的他 能够调动搜索系统 想要查出证据并不是一件难事 今天过来 我是想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 你先看看这条信息 助喜拿出了手机 点开了某个群 看到群名的时候 梦魇巍巍一正 孤注一掷之缅甸在起风云 这群名是某部电影的粉丝群吗 你懂得 人都是有猎奇心理 有朋友专门创建这个群 发布一些猎奇的国际新闻 最近不是缅甸诈骗嘎妖子 被电影带火了吗 所以群名改成这样了 大家都是分享那些缅甸诈骗的新闻 以及被骗过去的华夏人 你要关注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段话 某某诈骗集团 最近绑了个四十几岁的华夏人 打扮得很漂亮 身材妖娆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级货 拿不出钱就逼着做诈骗 甚至还被S 像这种华夏人 被缅甸绑架的新闻并不是少数 群里主要分享的就是这些 关键在于这个华夏人的照片 助喜点开了下面发出来的照片 进行放大之后 在看到照片侧脸的时候 梦魇巍巍一正 乔一 他不是逃到泰国去了吗 怎么会到缅甸了 助喜抿了抿唇 你也认为是乔一 这个贱人 化成灰了 我都认得 更何况 这照片拍得挺高清的 哪怕只是侧脸 但岁数对得上 而且 那种骨子里的骚味 是遮掩不了的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梦魇对乔一的恨意 只能说比楚家庭少一点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 不是梦魇忘记了 而是现在追究再多 都没有意义 只能够交给国际刑警解决 只是乔一被拐卖到了缅甸 做了诈骗犯 甚至还变成了RBQ 我刚开始看到 也愣了一下 关于这种事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楚家人 既然有你的确定 那可能真是这么回事了 我会立马从这条线开始着手 乔一先是通过某种关系 逃到了泰国 之后被国际刑警通缉 他应该没理由 再跑到缅甸去才对 其中一定有什么人 指乔一逃亡 毕竟缅甸鱼龙复杂 作为通缉犯 在缅甸生活 会比泰国在通缉的情况安全的多 行 就拜托你了 助席姐 有什么结果通知我 以乔一的智商 会被缅甸诈骗集团拐跑 说实话孟严一点都不意外 或许说 现在乔一的下场 还挺最有应得的 孟严表示满意 之后 乔一会不会被抓回到国内进局子 就看他的造化了 孟严当然是想 乔一在缅甸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好一辈子 等孟严跟助席 回到了隋安甜点店门口 看着这两个人出入成双成对 感情要好的样子 楚家庭面容扭曲 心里头极度的要命 最后还是没忍住 其身离开 查理斯就冷眼旁观 没有开口劝阻的意思 看着楚家庭离开这 T 甜点店 就做吧 看着这个臭娘们 能做死到什么地步 隋安甜点店内 请你们品尝一下 这是我从孟严那儿学到的新式甜点 看着做成犹如艺术品的水晶巧克力甜点 助席挑了挑眉 光是外形 确实俘获了助席 要知道 助席作为助家千金 吃过的顶级甜点不计其数 这一款用来售卖 外形绝对合格了 助席拿起条羹勺了一口 慢慢品尝起来 巧克力跟咖啡叶的苦涩味 在唇腔绽放 蔓延出了一股上瘾的甜度 液体蛋糕吃起来柔软 跟冰淇淋一样 味道极好 还加了一点柠檬酸 三层味道的重合在唇腔之中逐步递增 很好 助席毫不犹豫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按理说 这样的甜点 应该得几年功夫才制作得出来 又威 我听孟眼说 你在甜点店工作学习不过几个月 就能抵达这样的境界 你确实很聪明 得到助席发自内心的夸赞 看着犹如偶像又A又萨的女王助席 林又威 微微红着小脸 是 是孟眼教得好 不需要谦虚 这是一种天赋 大大方方地承认并且接纳 我觉得挺好的 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 你不是普通人 如今 你们要面对的敌人不是等闲之辈 孟眼 你有信心吗 孟眼重重点头 当然有 助席姐 你就等着看吧 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宋阳跟又威在我身边呢 助席看了一眼宋阳跟林又威 想到自己 助欢还有楚青梅 微微一笑 是啊 你有值得信任的伙伴 明明我无法说什么 心里我会站在你们这边支持你们 加油 关于我们刚才谈的事情交给我 一有结果 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不打搅你们了 先走了 我送你 孟眼刚送着助席出了隋安甜点店 迎面就走来一道人影 求礼物 应应应 第207章 义无是处的楚家庭 助席姐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就我们两个人 楚家庭背着手 用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看着助席 当然可以 我一直很想要跟你谈谈 家庭 助席回忆一笑 紧接着看了一眼孟眼 孟眼 就送到这里 你回去吧 助席姐 我担心 孟眼眉头不留痕迹的遗咒 怕因为自己的事情 会给助席带来麻烦 让楚家庭迁怒于助席 本身助席帮孟眼的 已经够多了 不用担心 交给我来处理 说来你的新店在装修 我还没去看过呢 带我参观参观 家庭 不等孟眼说完助席直接打断 笑脸盈盈地看向了楚家庭 当然可以啊 助席姐 我一直想你来过来看看 给我点建议呢 我们走吧 楚家庭十分热络地上前来 想要挽住助席的手臂 宣布主权 像孟眼这种人 想破脑袋 跟助席攀上关系 根本不可能 不知道孟眼用的是什么手段 只要有楚家庭在 想都别想 别以为能够靠着助席这尊大神 然而 楚家庭适好 想要伸出去的手 却被助席不动声色地避开 走吧 助席一撩长发 静直朝着J T 填点垫走去 楚家庭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你不知道 你退半步的动作 伤害有多大吗 特别还是在孟眼的面前 让楚家庭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看着眼前的楚家庭 想着这个女人带给自己 还有孟灵的伤害 都有一种 想要手撕了楚家庭的冲动 孟眼 你还真是好手段啊 装出一副不贪图楚家的样子 现在我的家人 甚至连助席姐 都被你给诱惑成这样 能不能请教一下 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呢 明明 你都暴露了真实目的 大家理应看清你的真面目了 为什么还是站在你那边帮你说话 楚家庭对着孟眼 直接来了几句冷嘲热讽 说实话 他是真的好奇 孟眼到底用的什么方法 还不是你下贱 所以弄得现在众叛清离 被赶出楚家呢 你们一家人自诩基因高贵 如今出了 你这个叛逆英子 嘖嘖嘖 我想 楚海军已经将你当作烫手山芋 巴不得 你赶紧去死吧 我要是你这么丢人 现在哪里还敢出现在别人面前 早就家经尾把低调做人了 没看到你主动过来找我搭话 多少人侧目过来了 又有多少记者暗地里偷拍 打算炒作你我之间的恩怨呢 孟眼故意抬高了音量 楚家庭想恶心人 那就大家一起恶心吧 那么小生做什么 还有什么怕别人知道的呢 关于掌握到楚家庭的犯罪证据 孟眼不会失去理智的全盘托出 现在要做的 就是刺激楚家庭 逼得他当场自爆 才能掌握到更多的证据 让楚家庭付出代价 果不其然 听到孟眼这番话 楚家庭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 扫了一眼四周 深吸了一口气 孟眼 你省点心吧 真以为我那么愚蠢 不知道你是一个多么 卑鄙无耻的小人 以前我是没想到你如此堕落 还偷偷录音 被你将了一军 现在还以为我会重蹈覆辙 做梦 什么 你说你哪怕被赶出楚家 也要跟我硬刚到底 可以啊 呼啪呼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这个所谓的世界冠军 能够欺压老百姓到什么地步呢 你 孟眼的无耻 再次刷新了楚家庭的底线 竟然当着楚家庭的面 睁眼说瞎话 奈何楚家庭说的那么小声 就是怕落人口舌 孟眼反其道横直 楚家庭恨不得山 孟眼一巴掌 满眼怒火地看着孟眼 怎么 你还不走 不是要带我参观你的甜点店吗 助喜不耐烦地催促道 你给我记着 楚家庭用口型对着孟眼 说出这五个字 紧接着笑脸盈盈地 跑回了助喜的身边 是啊 你确实记住 孟眼轻轻呢喃着这句话 转身走进了隋安甜点店 等助喜跟楚家庭回到了 J T 甜点店 助喜姐 怎么样 店面装修如何 这次我可是请来了查理斯 你应该认识的 来自于F国的知名设计师 G是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 助喜逛了一圈 淡淡开口 确实很顶级 不过 时间怕是紧了点 有很多细节没有打磨好 本来你选这个地方 对你的事业就是失败 现在在用这种装修糊弄人 不是失败之中的失败 你真以为会来光顾你J T 甜点店的都是普通人吗 此话一出 楚家庭尴尬的跟吃了一只苍蝇难受 偏偏助喜说的是事实 楚家庭无力反驳 这么仓促的时间 装修一家顶级的甜点店 只能做出一个精致的外壳 细节以后慢慢再补充了 想到助喜跟孟眼的关系 现在真不知道 助喜是真心给楚家庭建议 还是故意恶心楚家庭了 我当然知道 助喜姐 不过这不重要 甜点店卖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甜点 我对自己的手艺 有着绝对的自信 你要知道 我可是世界冠军楚家庭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楚家庭声线中 充满着浓浓的自信 这是楚家庭最引以为傲的事业 自信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 特别是孟眼 只要有楚家庭世界冠军的人设 加上出神入化的甜点技术 还有这些年累计的人脉 区区一个隋安甜点店 哪里会是楚家庭的对手 开业当天 楚家庭就要刷爆热搜 将隋安甜点店彻底比下去 证明楚家庭临驾于梦眼之上 撕开梦眼的假面具 让世人知道梦眼的真面目 这样梦眼就在巨市彻底混不下去了 家人们也会知道 楚家庭才是最正确的 事到如今 这场战斗 楚家庭只能够赢 绝对不能够输 助喜见状 只能够嘲讽地笑了笑 楚家庭就跟个小孩子一样 真的被楚海军保护得太好了 一直在国外深造甜点 在拿到了世界西点赛冠军后 空前膨胀 一点人情世故 以及生意经都不懂 走的每一步棋都无比臭 为了一个假想敌梦眼 要毁掉自己的事业 还要拖楚家下水 难怪楚海军会 无比失望地放弃楚家庭 就这么一看 楚家庭一点都不配做楚家人 除了做甜点的天赋 简直一无是处 只会给楚家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十足的累赘 第208章 傻逼之中的战斗机 楚家庭感受到了 来自于助喜眼神的亲面 这一下是真的不开心了 助喜姐 如果你觉得我哪里做错了 可以说 没必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吧 以楚家跟助家的交情 还有你跟我三姐的关系 我觉得 你不站在我这一边 帮着梦魇就算了 你又何必这样呢 我是真心想要邀请你 参加两天后的开业仪式的 并且希望你能够提出诚恳的建议 帮助我改进 哦 助喜摸了摸下吧 美眸看着眼前楚家庭那张不爽的小脸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 那我就不装了 楚家庭 你是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前排提醒 真话可能十分伤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要听假话 我也可以将你夸得天花乱坠 楚家庭气呼呼地开口 我当然要听真话 助喜姐 我不是那种听不进去建议的人 你要是好好说 有道理的话 我一定会改 行 真话我要说四点 第一 你将电开在这里 傻逼 第二 你把装修拿出来 敷衍那些习惯了顶奢消费的人群 大傻逼 第三 你这定价不上不下的 更加傻逼 第四 你抹杀了自己最大的优势 现在还想跟孟严斗 简直是傻逼之中的战斗机 助喜毫不留情地戳穿了 楚家庭所作所为的脑残程度 这都是楚家庭所作所为的大问题 至于其他的小问题 助喜都懒得说了 行 我倒要听听看我傻逼在哪里 第一点跟第二点我已经听过很多了 解释过是无奈之举 那么第三点跟第四点是怎么回事 助喜翻了的大大的白眼 怎么回事 你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 你到底是不是青梅姐姐的亲妹妹啊 助喜姐 我尊称你一生姐 是因为我尊重你 但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过分了 这跟我三姐又有什么关系 你定个几百块的甜点定价 直接秒杀了大部分的消费者 你一个甜点就那么定点大 哪里会有那么多人会去消费 关键讲究的就是性价比 楚家庭硬气地开口 可我是世界冠军 我这个定价已经算很便宜的了 要是正常人定做都是几十万的 在楚家庭眼里 这些底层人能够几百块 吃到楚家庭亲自制造的甜点 简直就是一种恩赐 要是连几百块都不舍得出 消费不起 那就赶紧洗洗睡吧 这么多年这么低端的价格 楚家庭都快疯了好吧 嫌弃贵的人是不是 该问问自己 这些年来到底有没有努力工作 工资有没有涨 是不是在百辣 这就跟你开的地方有关了 你这店不选在顶级公寓区附近 是失败之中的失败 又因为你想要跟梦年抢夺客户量 导致定价不伦不类 让你想要保持自己的名声 又想要抢走梦年的客人 这就让你的名气完全拖累 又不愿意丢下脸来 彻底抢走客户量 刚开始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但是久而久之 你这客户量跟梦年的随安甜点店 不可能相提并论 先不说你们两个人的甜点 谁的更好吃 光是定价 你就完全输了 你挑衅梦年 给梦年带来了那么巨大的热度 现在慕名而来的人多了去了 你真以为现在有钱人都是傻逼 你要是味道跟梦年的随安甜点店 拉不开大差距 你还指望 有多少人会做你的死忠粉消费呢 哼 助席姐 这一点你就说错了 梦年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甜点师 靠着跟楚家的事情 给自己身上贴金 我是谁 我是楚家庭 我是世界冠军 光是这个身份 就能不让多少人心甘情愿消费了 你难道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明星效应吗 不然 LV包海澜之谜 哪里那么多人消费啊 助席姐 不是我说你 我知道你是站在梦年那一边 但请你不要睁眼说瞎话 楚家庭美好气的开口 反而惹来了助席比一的目光 这就是你最后的傻逼中战斗机 如今跟楚家闹翻 被官宣赶出楚家 你真以为你 还有以前的热度 不知道多少人对你避之不及呢 好了 我言尽于此 你自己看着办吧 再跟楚家庭说下去 助席都觉得自己的智商被拉低了 以前没什么感觉 如今亲眼所见 楚家庭真的傻得离谱 疯狂抹杀自己最大的优势 原本楚家庭有点脑子 梦眼的随安甜点店 根本不是楚家庭的对手 不 应该说楚家庭从一开始就没有脑子 他将梦眼当成了假想敌 疯狂作践自己 闹得所有人不愉快 被赶出楚家都不回头 这特么不神经病 助席静止离开 楚家庭被气得脸色发绿 王八蛋 没想到竟然被梦眼洗脑到了这个程度了 我能够有今天的地位 全靠我的努力还有天赋 跟楚家又有什么关系 就算我现在被姐姐们赶出了楚家 我还是世界冠军 光是有这个头衔 我不随随便便秒杀梦眼 很快 J T 甜点店正式开业的日子到了 在这之前 楚家庭就买了热搜 铺天盖地的宣传 做活动 发会员卡 自然是门庭若市 不少达官贵人专门来捧场 还有一些明星 模特 引来路人纷纷围观 拍照 当然 比起楚家庭预定捧场的人少了太多太多 因为楚家庭名声臭了 又被楚家赶了出去 很多人都选择观望 暂时不敢跟楚家庭扯上联系 有楚家庭这个世界冠军头衔在 也有很多人专程来吃瓜看热闹 记者采访 UP主直播 浑水摸鱼 作为首席甜点师 以及老板的楚家庭在J T 甜点店门口剪彩 发表宣言之后 顾客就络绎不绝走进J T 甜点店进行选购 看着一个个犹如艺术品的甜点 惊为天人 可是一看价格 1500块 2300块 最便宜的就是500块的定价 就一个小甜点 上面点缀的樱桃 就这 卖500块 如果加更 能求礼物吗 等于 等于 第209章 开业第一天 迫是平出 智商税 三个字瞬间浮现在了客人的大脑之中 除了那些有钱人 啊不是 有钱人也不是没脑子的吧 看到这玩意 肯定会嫌弃贵 会员最低充值都要过万 也就送100块的贷金券 要充到5万 才送一个2000块的甜点塔 尼玛 这消费真是离谱了 奈何楚家庭名声在外 要是以前 咬咬牙就买了 现在关于楚家庭的 都是坏名声 又被楚家赶了出去 很多人选择看了一眼 弄了一些试吃 果断撤离 好吃是好吃 但没有好吃到人神共愤 让人非得不买的程度 那么贵的甜点 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 只是楚家庭的面子 还是有的 不差钱的大买特买 当作是支持楚家庭 拿去送给客人 楚家庭穿着一身白色的餐服 长发扎成了马尾 加上那张俏丽的容貌 以及胸口戴上的世界冠军勋章 还颇有价值 专程赶来支持楚家庭的贵妇人们 笑得合不拢嘴 家庭 你这甜点做得太好看了 味道也好吃 不愧是世界冠军 还这么小的年纪 真是年少有为啊 是啊是啊 这店面装修也很高级 我十分喜欢的欧式风格 这水晶灯花了不少钱吧 我问过了 这可是阿特曼进口的水晶灯 给上百万呢 就这么挂着 显得太大气了 过奖了 各位姐姐们 希望我的甜点 能够让你们喜欢 楚家庭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一生姐姐 哄得这些贵妇人们 心花怒放 谁不喜欢被夸在年轻呢 特别还是这么一个世界冠军 外加楚家六千斤的身份 有一种特意在巴结着他们的感觉 忘记现在楚家庭 已经被赶出楚家的身份 这点眼皮静 楚家庭还是有的 他们可是楚家庭 特意找来撑场子 拉流水的贵客 千万不能够得罪了 行 既然沉默了家庭这一生姐姐 那我们就要好好消费一番 为首的一个胖富婆 还没说完呢 哗啦啦 头顶突然有一阵灰尘掉落 洒在了胖富婆的身上 引得胖富婆一阵尖叫 我的限量款LV围巾 还有我的骨质外套 这等分贝 瞬间将店内所有人的目光 吸引了过来 看到胖富婆身上全是白灰 刚刚做好的头发直接毁了 嘴角一抽 有的人没憋住 发出了笑声 着实是胖富婆 现在看起来太滑稽了 楚家庭脸色瞬间僵硬了 赶紧开口 姐姐你先别动 快来人 帮忙处理一下 很快有服务员过来 将胖富婆带下去清洗了 要是换做其他地方 胖富婆早就暴走了 今天花了两个小时做的头发 还有身上特意传出来的限量款 全没了 保守估计损失了几十万 搞毛线 原本还想充个十万块 给楚家庭充充业绩的 经过这个插曲 那些贵妇人都没有充值的欲望 找了个借口 纷纷离开了 楚家庭还没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 另外一边又出事了 头顶有时候会洒下一些粉尘 量不多 还有渗水问题 这些细节结合到一起来 让卫生问题显得极为揪心 这可是标榜世界冠军 楚家庭开的顶级甜点店啊 顾客们怨声载道 东西卖得那么贵 这点装修的品控做不好 谁能接受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那些被楚家庭的店吸引 从大老远过来的客人 在这 T 甜点店吃了扁后 转头去了隋安甜点店 梦衍的甜点店定价性价比高多了 装修虽然远比不上J T 甜点店 至少没有那些让人吃不下饭的小问题 楚家庭都快气死了 那都是楚家庭的客人 竟然当着楚家庭的面去了隋安甜点店 给梦衍做了嫁衣 谁能忍 立马掏出手机给查理斯打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楚家庭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痛骂 查理斯 你搞什么废机啊 我店里今天刚开业 怎么老是有灰尘掉落下来 这都赶走多少钱在顾客 让我损失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 你选的那个地方架构不好 你偏偏要追求顶级的设计感 我又跟你说了 那至少得几个月的打磨器 不能着急 你又说半个月要交工 半个月 我就只能给你设计成这样了 外壳有 细节你就别指望了 还有你那么多大型设备放在楼上 承重都到边缘 不掉灰尘谁掉 你自己一边弄 一边找人修复吧 我跟你签过合同的 现在合同到了 这些跟我没关系了 查理斯冷冷开口 这些问题 查理斯早就跟楚家庭说了几千遍了 楚家庭都不以为意 真以为自己靠着甜点技术 就能够天下无敌 实例查理斯承认 楚家庭有 但脑子是一点都没有 纯粹给梦魇做嫁衣的 一个主打顶级的甜点店 装修跟卫生环境 都出那么大的问题 甜点还卖得那么贵 谁敢消费 我哪里知道会那么严重 明明平时在店内 我都没感觉到这些啊 你码的你没脑子是吧 你开业多少人流量涌动 跟平时能够相提并论的吗 我都跟你说了几百次了 让你退时两个月再开业 你就是不听 你是老板 你是上帝 你说的算 我说的就是个屁 你哪里会听得进去呢 反正我录音了 这是你的要求 我一个打工的 只能接受 楚家庭猛地放大了眸子 录音 你竟然跟我录音 查理斯 我们可是朋友 难道你以为 我会因此找你麻烦吗 别说的那么好听 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谁知道你会不会找我麻烦 说完 查理斯直接挂断了电话 将楚家庭从朋友名单 直接划分 像这种傻逼 查理斯多了一下 都怕自己折瘦 楚家庭被气得差点脑一血 好 防我 都防着我是吧 行 不就这点小问题吗 怎么可能难得到我楚家庭 做甜点 归根到底 还是甜点师 只要有我坐镇 J T 甜点店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第210章 销售鹅断牙 与此同时 随安甜点店 宋阳忙里偷闲地看了几个信息 再知道J T 甜点店内今天闹出来的几个笑话后 差点牙都笑掉了 原本玄智的心稍微能够放下了 说到底 这装修速度确实匪夷所思 如果是简单的装修还好 要追求符合楚家庭身份的顶级装修 这点时间连仓促都无法形容 不出问题才怪了 今天梦魇还推出了好几个新品 价格贵了点 需要200块 但是做出来的精致 还有艺术性 看起来比楚家庭的还要好 关键楚家庭的J T 甜点店内的同款 都卖上5000块了 这么一看 梦魇这个甜点 性价比简直无敌爆炸好 有些老顾客 见到这样的甜点 立马拿出手机疯狂拍照 忍不住惊叹道 原来老板还能做出这样的甜点 太好看了 为什么以前还不拿出来卖 宋阳过来解释 因为 这种类型的甜点 需要的精力还有时间更多 我们虽然甜点店 新进了一批设备做跟进 将来还会推出限量款 跟更多的新款 敬请期待 好 我买一个 200块买一个分量大 而且好看的甜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 偶尔一次消费得起 像楚家庭那种定价 压根就没给普通人活路 一个甜点5000多块 真是不要命了 很快销售一空 挂上售盘的牌子后 宋阳美滋滋的将惊天罪 T 甜点店发生的事情 告知给了孟严 还有林又威 虽然说 楚家庭拉了几个甜点师伙伴 一起经营罪 T 甜点店 导致甜品层出不穷 不缺售卖 不过大部分客人千里迢迢 都是冲着楚家庭的名气来的吧 其他甜点师的甜点定价 只比楚家庭低了一点 根本行不成性价比 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秀斗了 她有世界冠军的头衔 还能卖贵点 那些没有头衔的 还只差她一点 那不是逼着客人 只能够买她的甜点 这就是楚家庭的性格缺陷了 孟严淡淡开口 楚家庭骨子里是个很傲慢 目空一切的女人 除了楚家人 楚家庭压根瞧不上其他人 包括孟严 表面装出一副天真无邪 很好相处的样子 很容易骗到人 相处久了就会知道 楚家庭是个喜欢 拿别人当做牛粪 衬托她这一朵鲜花的贱人 弄一堆骚操作 就是要让其他甜点师的作品 衬托楚家庭作品的高贵 孤方自赏 若只有孤方 岂不是显得太过孤寂 这样的举动用来开店 确实脑子太秀逗了 楚家庭的销量上去了 其他甜点师各个吃扁 纯拿高价工资 做楚家庭的背景板得了 孟严倒是很想看看 就楚家庭这一系列的傻逼操作 人生第一家J T 甜点店闹得亏本 那就好看了 夜幕降临 J T 甜点店营业结束 等会计师将营业额算给了楚家庭看 楚家庭眉头不留痕迹的一昼 开业第一天 营业额才八十多万 太少了 楚家庭做了很多活动 宣传造势 拉了那么多的明星 达官贵人捧场 加上如此爆炸的人流量 按理说 营业额起码得翻倍才是 两百万楚家庭都不满足 八十多万里面包含客人开的会员卡 能够用上一段时间的 太多人光看不买 搞得今天楚家庭做的甜点 还有剩余 这是楚家庭最不能接受的一点 怎么可以有剩余呢 营业额怎么可以那么少 这是对楚家庭人格 还有事业的侮辱 反观梦冕那间破烂的甜点店 才下午两点钟就挂上了售盘 速度跟昨天相差无几 这可是楚家庭开业的时间点 是楚家庭的 J T 甜点店理应大杀四方 将梦冕的生意 全部抢过来的时候才对啊 楚家庭深深吸了一口气 算了 第一天毕竟发生了那么多糟心的事情 可能有些客人的消费欲望 也会被影响到 来日方长 慢慢来 就是不能够一口气打败梦冕的 隋安甜点店 还得被这个害虫多活一阵日子 真是糟心 楚家庭迫切要证明自己才是对的 撕碎梦冕的假面具 这样 姐姐们才会承认 楚家庭是对的 时间眨眼过去了七天 J T 甜点店除了开业前三天 流水爆炸 有很多活动跟宣传加持 第四天开始 营业额就断崖式的下跌 连带着人流量少了很多 反观梦冕那边的隋安甜点店 不只是人流量没减少 生意还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楚家庭从后厨出来 看着店内没有一个客人 又隔着玻璃 看到对面的隋安甜点店 人山人海 脸色有些绷不住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梦冕的店门口那么多人 都排成长龙了 岂不是显得楚家庭的J T 甜点店太垃圾了 虽然J T 甜点店今天的营业额不错 单价高 就意味着利润高 可是人流量一对比 这差得让楚家庭有些心态稳不住 好像彻底输给了梦冕 这些客人到底懂不懂品味两个字怎么写 有我这个世界冠军开的甜点店在对面 还要去隋安甜点店那边消费 真是一群穷酸鬼 只吃得起便宜的甜点 这辈子没能吃到我楚家庭做的艺术品 真是白活了 楚家庭只能够用这样的理由安慰自己 毕竟自己店内的甜点单价高 注定不可能像梦冕的隋安甜点店 迎来那么多的人流量 只要营业额没少 楚家庭就不算输 然而 下一秒 楚家庭看到一位在这 T 甜点店充值了二十万会员卡的贵妇人 竟然从隋安甜点店里走了出来 手里还提着几个甜点盒子 脸色瞬间绷不住了 立马冲出了这 T 甜点店 贵妇人刚来到停车的位置 坐上车 想要吩咐司机离开 楚家庭就冲到了窗户旁边 疯狂拍着窗户 贵妇人看到楚家庭那张扭曲的脸 以为自己看到了鬼 发出了一阵尖叫声 是我 顾姐 楚家庭差点一口牙齿咬碎 为什么看到楚家庭这么个大美女 顾月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到底有没有脑子 你 原来是你啊 家庭 顾月冷静下来 不由地拍了拍胸口拉下车窗 你有什么事吗 顾姐 我刚才看到 你从隋安甜点店离开 是我们这 T 甜点店哪里做得不好吗 还口气 努力加更 求礼物 第211章 纯笨如猪 啊 没有啊 你怎么看到的呀 楚家庭这么开门见山 搞得顾月有点僵 虽然顾月去光顾隋安甜点店的时候 只戴了墨镜 想着不会被熟人撞见 特别是楚家庭 不然楚家庭误会了什么 关系会弄得不好看 不过人那么多 为什么楚家庭能够看到啊 不会一直在世间着隋安甜点店门口 不会吧 不会吧 J T 甜点店的生意 难道就那么差吗 说来 今天甜点店门口 连排队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那为什么你在我们店里充值了那么多钱 还要去隋安甜点店消费呢 恕我直言 以顾姐您这样的身份 隋安甜点店根本赔不上 在我们店里 您能得到最好的服务 还是说隋安甜点店的甜点水平超过我了 才让您选择了隋安甜点店 不选择 J T 甜点店呢 楚家庭多多逼人 势必要得到一个真相 没 没有的是 我只是想要去试一下 毕竟那么热闹嘛 你可是世界冠军 要对自己多点自信 家庭 不要多想 顾月说着好话 哄着楚家庭 楚家庭反而给了顾月一个白眼 顾姐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你说这样的话哄谁呢 我就想要知道一个明白 你只要将真相告诉我就足够了 是不是梦魇的甜点 做得比我好吃 听着楚家庭这居高临下 发号施令的语气 顾月差点没绷住 换做其他人 哪里敢跟顾月这么说话 顾月哄着楚家庭 是给楚家庭脸面了 但是楚家庭这么给脸不要脸 是顾月没想到的 既然如此 顾月就没什么必要给楚家庭留情面了 好啊 真相就是 我觉得梦魇做的甜点不逊色于你 而且性价比更高 这个答案 你是不是满意了 嗯 别人怕楚家庭 顾月可不怕 区区一个被赶出家的千金 算得上什么危险 给你脸了 听到这个回答 仿佛一道惊雷狠披在了楚家庭的头上 只把楚家庭脸的里焦外嫩 大脑快要无法思考 不 不可能的 你一定是口味出了问题 我的甜点 怎么可能比梦魇的差呢 你 顾月快要被楚家庭这番话给气死 竟然质疑顾月的口味出了问题 我看是你的大脑出了问题 真以为你甜点卖的那么贵 我们是心甘情愿消费买单的 还不是看在你有个世界冠军的头衔 拿来招待送给客人有面子罢了 甜点这种东西 不吃又不会死人 你现在被楚家赶了出去 不知道多少人暗地里吐槽你 做人不行 卖的东西更是智商税呢 我看你可怜 才去光顾你的 好啊 我去别人家消费 还要被你说品味不行 不知道顾客是上帝吗 真是被贯得 敢这么对着上帝说话 顾月就要好好教教楚家庭做人的道理 楚家庭没想到 大家竟然暗地里这么想着自己 还说楚家庭做人不行 他哪里做人不行了 可是我的甜点是有价值的 配得上这样的价格 什么叫做智商税 我看你也是被梦魇洗脑了 疯子 那种破烂甜点点的东西 有什么好吃 传出去 以你这样的身份 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楚家庭不愿意承认自己 在客人的口中 是落在梦魇的下风 转身就逃开了 顾月气得浑身发抖 上了车后 对着无辜的司机吼了一声 看什么看 还不快开车 小心我吵你鱿鱼 是 司机赶紧踩下油门离开 顾月冷静一下之后 又拿出手机打给了某个人 嘟嘟嘟 喂 顾姐 怎么了 电话那头 响起了楚君灵的声音 君灵 我真的受不了楚家庭了 本来楚家庭搞出那么大的事情 被楚总赶出家门 大家都对楚家庭避之不及 是你开口 让我去给楚家庭的 J T 甜点店蓬蓬厂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去的 二话不说 还办了一张会员卡 消费了那么多钱 我不过就是去其他店里消费了一下 楚家庭就跟疯狗一样 咬着我不放 还说我没品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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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第一次被人这么说 我都快气死了 什么 电话那一边的楚君灵 直接愣住了 楚家庭竟然敢这么跟顾月说话 虽然说顾月家的财力比不上楚家 但人家背靠官场 老公是纪事组织部的部长 亲生父亲是退休下来的纪事市长 还不用提顾月家有多少亲戚是做官职的 整个官场世家 就算是楚海君在顾月面前都得一口一个顾姐 叫得无比亲切 不敢得罪 楚家庭倒好 敢得罪顾月 就怕顾月怪罪到了楚家 要不是楚君灵私底下跟顾月关系好 顾月是楚君灵的歌迷 没楚君灵开口 他哪里会去捧楚家庭的场子 压根就看不上 真的很对不起 顾姐 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代家庭向您说一声对不起 没有什么误会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楚总那么果断 跟楚家庭断绝关系了 他就一个蠢笨如猪 他嫉妒我去了梦魇的甜点店消费 说实在话的 有钱人又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有更好的产品 他们犯不着花大家钱去买不划算的东西 这么做就是冲着品牌价值 我觉得梦魇做的甜点比楚家庭好吃 楚家庭的J T 甜点店拿出去送礼又够门术 便想着两家光顾 结果楚家庭还敢挑我这个客人的菜 说我没品味才会去梦魇的隋安甜点店消费 我看就他这样的态度 J T 甜点店迟早凉凉 你自己看着办吧 顾月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顾姐 顾姐 听到电话那头嘟嘟嘟的声音 楚君灵熬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抓住灵感写到三分之二的新歌 现在全部毁于一旦 得了 等发售专辑的日子 估计得延期了 就现在这样 根本不可能写得完 除非有梦魇做的那个甜点 第212章 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想到这 楚君灵赶紧摇了摇头 已经不想要再跟梦魇扯上关系了 其实楚海君当初将梦魇赶出楚家 楚君灵心里头是觉得对不起梦魇的 但是楚君灵不会像楚思思那样 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 因为楚君灵知道 在家人们心中 想要将梦魇赶出去的心态占据了大多数 最关键的一票还在楚海君身上 他们根本无能为力 只是六妹到底怎么搞的 竟然得罪了顾姐 难道真的是被赶出楚家 导致神经有些不正常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才放心 不然现在这种状态 楚君灵根本写不下去歌 拿起包包 一番隐秘的装扮 之后就打算出门 刚好撞上了 已经结束了世界巡回钢琴演奏会的楚灵 现在的楚灵显得无所事事 梅宇还带着几分忧愁 看到楚君灵这副模样 楚灵不由的愣住了 二姐 你这是打算去哪里呢 我 我出去逛逛 打扮成这样出去逛逛 你不累吗 还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楚灵直觉有情况 真的没有啦 四妹 还能有什么事呢 关于六妹 我听说 你找了顾月姐去帮忙捧场 是不是心底还放不下六妹呢 楚灵只是随便猜一猜 看到楚君灵的脸色 就明白了一切 轻叹了口气 走吧 二姐 我开车送你过去 我也想知道六妹的情况如何 楚君灵愣了一下 四妹 你 你不是怕大姐她们觉得 你跟六妹其实想的一样 故意保持距离吗 我相信大姐她们会有正确的决断 我之所以最近不去提关于六妹的事情 是我觉得六妹的想法太过可怕了 我甚至不能多去想象 为什么六妹会觉得梦眼洗脑了我们 希望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六妹会有所醒悟吧 她那家 J T 甜点店 最后不是开了吗 楚君灵不知道该怎么跟楚灵 说刚才发生的事情 楚君灵也想楚家庭遭遇了那么多事情 会变得懂事一点 现在看来 难了 走吧 车上说 楚灵开车送楚君灵前往J T 甜点店的时候 在听楚君灵说了顾月的事情 楚灵差点没抓稳方向盘 不是 六妹这是疯了 那可是顾月啊 我也觉得她疯了 不然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等会儿我进去店里看看 我跟六妹关系最好 比较容易问出点什么来 四妹 你就在车上等我吧 嗯 归根到底 他们还是亲姐妹 如果不是楚家庭做得太过分 楚海君也不会将楚家庭赶出楚家 其实还是想给楚家庭一个教训 让楚家庭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找楚海君低头认错 事情还是很好解决的 奈何楚家庭就是硬气 这么久了都不找楚海君低头 想要楚海君先将楚家庭找回楚家 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了 J T 甜点店 楚君灵做好伪装 刚来到店门口 就听到楚家庭的咆哮声 废物 真是一群废物 我花了那么多钱找你们来干活 你们就给我干出这玩意来 为什么还会漏灰 有时候还会漏水 这都多长时间了 还有你们做的这是什么甜点啊 这拿出来应付客人 客人哪里会心甘情愿消费 别把我的客人都给吓跑了 楚君灵网绝 T 甜点店里扫了一眼 看着楚家庭插着腰 小脸通红 关着玻璃门 将里面的员工一同训斥 终于 有一名中年男人憋不住了 摘下自己的甜点湿帽子 狠狠砸在地上 指着楚家庭的鼻子骂道 你说够了没有 草 一种植物 楚家庭火在头上 怒视着中年男人 王爷 你特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敢反驳我 知不知道谁是老板啊 你是老板 你以为给我发工资就是上帝 我就得捧着你 灌着你做你的甜狗 靠 告诉你 老子不伺候了 在你这儿做甜点是赚钱 但是没有尊严 离开你这里 我又不是找不到其他的甜点店 干嘛一定要在你这里受气啊 你个没脑子的傻逼 开个店弄得漏灰漏水 有时候还停电 搞得甜点都毁了 这些我就忍了 你把我们的甜点设置的价格跟你差不多 纯粹拿我们来衬托你 当然 你是世界冠军 所有人都买你的甜点 谁会看我们的甜点呢 我们就跟个小丑一样 做你的垫脚石 在其他甜点店 我是主厨捧着护着 在你这里 我做你的牛粪 还要被你无端辱骂 你自己干去吧 这些天工资 就当是我送给你的了 王毅抛下这番话后 潇洒离开 惹得楚家庭脸色铁青 你赶走 王毅 你这样子 没有合同契约精神 你真以为离开了 J T 甜点店 你还能够在其他地方混下去吗 王毅背对着楚家庭 比了个中指 混不混的下去 关你屁事 其他两名甜点师 看到王毅这样 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摘下了自己的甜点师帽子 抱歉 我们也做不下去了 辞职报告 我们会明天送过来的 至于工资就不用发了 说完 他们两个也跟着赶紧溜了 原本跟着楚家庭混 是想蹭世界冠军的名头 顺便跟楚氏集团打好关系 为自己的将来 做更好的打算 结果 楚家跟楚家庭断绝了关系 楚家庭更是明目张胆 将他们当作陪衬 更别提这家店连装修都没搞好 问题频出 趁着这个机会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再这么干下去 名声早晚得臭了 这可把楚家庭给气炸了 楚家庭不过就是发点火 怎么三个甜点师就这么跑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楚家庭虐待他们了 明明开的工资 是超过他们身价的两倍了 当初 他们也是被这个吸引过来的 结果全跑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楚家庭 出来工作 难道一点骂都承受不了吗 现在的人 怎么精神状态那么差 Oh my god 我真的会陷 走 都走吧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我也会撑起这家店的 大家都是冲着我楚家庭来的 又不是冲着你们来的 拿了那么高的工资还耍脾气 真以为我惯着你们呢 楚家庭 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楚军林冲进店内 对着楚家庭破口大骂 求礼物 快饿死了 第213章 楚家庭撕逼楚军林 二姐 你怎么来了 楚家庭微微一正 随即心头一喜 难道是大姐终于醒悟 看穿了梦魇的真面目 打算将楚家庭接回楚家了 不过 想到刚才楚军林骂的话语 楚家庭扁了扁嘴 二姐 连你也骂我 为什么呀 我是做了什么人生共愤的事情吗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离我而去 不要我了 你特么不看看自己做了什么傻逼的事情 还在这里说这些 你跟我过来 楚军林抱着最后的一丝理智 强行拉着楚家庭来到了办公室 将房门锁上之后 楚军林看着楚家庭那张还委屈的小脸 好似被欺负惨了的痘蛾一样 楚军林差点没控制住 一巴掌护在楚家庭的脸上 好在最后的姐妹之情拯救了楚家庭 让楚军林这一巴掌 没有挥出去 我原本以为你被赶出楚家 会有所醒悟 结果你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脑残模样 你知道顾月是什么身份吗 你为什么要得罪他 搞得人家到我这来告状 还有你将怒火撒在无辜的人身上 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楚家长大 接受了那么高级的教育 结果你就学出了这副德行 你到底是怎么了 楚家庭 楚军林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 把楚家庭骂得一愣一愣的 接着楚家庭咬了咬牙 二姐 你刻意来就是为了教训我的吗 难道不是 你们看清了梦魇的真面目 知道错了 想要将我接回楚家的吗 楚军林满脸大写的问号 楚家庭到底是吃了多少金颗辣 才会有这么匪夷所思的想法 他都已经被赶出家门了呀 一点B数都不懂的吗 还想楚海军主动低头 收回成命 将楚家庭给接回去 除非明天世界末日 看着楚军林这样 楚家庭就知道答案了 忍不住委屈的教导 既然不是来认错的 你干嘛还要来找我呀 是看我的笑话的吗 我看你码呀 要不是我让顾姐过来给你捧场 你还得罪了人家 我至于亲自过来吗 我就是想要看看 你是不是被赶出楚家打击太大 发神经了 此话一出 楚家庭瞬间愣住了 原来 顾姐会来光临隽 T 甜点店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而不是因为我楚家庭 你干嘛呀 为什么要这么做 楚家庭反而开始指责其储君灵来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 你要是其他人 我才懒得管你呢 我不要你管 我这算哪门子的亲妹妹 你见过有谁亲姐姐 会将亲妹妹赶出家门 还闹得众人皆知 让亲妹妹颜面扫地的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站在我的身边相信我 现在还装什么好人啊 如果不是你们 在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制造那么大的负面新闻 哪里还有梦言喘息的机会 而且你找来捧场的都是什么人啊 既然说梦言做的甜点比我好吃 真是不可理喻 简直没脑子 啪 楚君灵再也忍不住 狠狠给了楚家庭一巴掌 楚家庭脸偏向一旁 又被打了 脸上活辣辣的感觉 无时无刻不再羞辱着楚家庭的神经 这一次不是楚海君跟楚文宴 而是在楚家跟楚家庭关系 最好的二姐楚君灵 我看你真的是没救了 顾约是谁 连大姐都要捧着的大人物 你竟然敢说人家没脑子 我看没脑子的人是你 人家是顾客 说出来的评价你 非但不虚心接受 仗着自己有个冠军 就耀武扬威 你那么喜欢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看你被孟言打败 是迟早的事情 J T 甜点店迟早倒闭 草泥马 楚家庭直接暴走 说楚家庭什么都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说 楚家庭在梦魇之下 这是楚家庭绝对的禁忌 谁都不能碰 谁都不能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大脑之中锻炼 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之下 楚家庭终于绷不住了 直接跟楚君灵撕逼起来 打成一团 楚君灵没想到 楚家庭竟然敢对自己动手 还跟暴躁狂魔一样 没反应过来 被楚家庭按着狂打 楚家庭 你疯了 你敢打我 我可是你亲姐姐 啊 楚君灵一声惨叫 原来是自己的一把头发 被楚家庭给撕了下来 楚家庭杀红了眼睛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我让你骂我 让你说 我比孟魇差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你就是跟孟魇一伙的 你该死 外面的人听到动静 赶紧过来询问 奈何楚君灵进办公室之前 锁上了门飞 现在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了 最后是楚君灵拼劲 全身力气 推了一把楚家庭 转身开锁 打开门逃了出去 救命 救命啊 看着满头是血 头发还被扯断了的楚君灵 店员都被吓傻了 站在原地一动都不动 就在这时 楚家庭低吼着 如同丧尸一样 从办公室冲出来 手里还抓着楚君灵 破损的衣服 一副是血的样子 整个场面乱成一团 还好有保安赶过来 制止住了楚家庭 才没有让事态进一步扩大 J T 甜点店内发生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 正在整理前台的宋阳 听到消息之后 彻底绷不住了 卧槽 眼哥 右卫 先别干活了 赶紧出来 J T 甜点店出大事了 孟眼跟林右卫 正在进行着甜点特训 现在为了打败楚家庭 是争分夺秒的时候 卖光甜点就要抓紧训练了 结果宋阳冲进来 一脸紧张的样子 弄得孟眼跟林右卫面面相去 宋阳来不及解释 直接拉着两个人 就往店门口冲去 刚好看到警车 跟救护车赶到了J T 甜点店门口 楚家庭直接被押上了警车 昏迷过去的楚军林 从甜点店内被抬了出来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连孟眼都炸裂了 为什么楚军林跟楚家庭变成这样 而且 看着搞出事情的人还是楚家庭 不然怎么可能被警车给带走呢 他们在楚家 是最好关系的姐妹啊 等警车跟救护车开走了之后 众人议论纷纷 一道人影姗姗来迟 二姐 六妹 天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人 正是楚灵 楚灵 楚灵将车放到了附近的停车场 打算等着楚军林归来 弄清楚情况 虽然说 楚灵挺担心楚家庭的情况 但是楚军林都出满了 楚军林跟楚家庭在楚家关系最好 不需要楚灵多说什么 反而出动两个姐姐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 反而容易生事 只是楚军林离开了那么久 一点消息都没有 楚灵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这才按捺不住找了过来 哪里想到 一到现场就看到这么爆炸的一幕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第214章 楚灵哀求梦魇 楚灵 看着不远处赶过来 一脸猛逼目送着救护车 跟警车离去的楚灵 梦魇眉头不留痕迹的一皱 看着楚灵这样的表情 想必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说实话 梦魇还真的挺想吃瓜的 按理说 楚家庭跟楚军林不可能关系闹成这样 还是说其中另外有引擎 不过 楚家庭闹的事情越大 对梦魇越来越有利 梦魇都没出多少招呢 结果楚家庭窝里红起来 自己先倒下了 呼 这下真是看爽了 我还听说 刚才楚家庭劈头盖脸训斥自己的员工 让花了大价钱招过来的甜点师忍受不了 连工资都不要 炒了楚家庭的鱿鱼 现在楚家庭还打了楚军林 闹得救护车跟警察局都出动了 我靠 大新闻啊 这随随便便都能上热搜 让楚家狠狠出名一次了 梦魇问了一声 宋阳知不知道内情如何 听说是楚家庭的骚操作 被楚军林当场撞见了 将楚家庭骂了一顿 拖进了办公室 后来可能是两个人在办公室产生了分歧 因此大打了一架吧 不过看着楚军林伤得那么严重 好像还跟脸有关系 则则则 我怎么感觉楚家都要四分五裂了呢 这七姐妹说是感情好 结果撕逼起来 真是一个比一个冷血无情啊 宋阳都不由得感慨了一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因为梦魇在楚家待过 知道楚军林跟楚家庭感情坚固 除非是楚家庭吸毒产生了幻觉 不然怎么可能将楚军林给打成这样 梦魇 林又威突然拉了拉梦魇的衣服 小声开口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楚琳的方向 梦魇顺着林又威的眼神望过去 看见楚琳正快步朝着自己走过来 梦魇 你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楚琳的声线都有些颤抖 显然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事实 你不应该去问问楚家庭或者警察吗 你问我干嘛 我就一路过吃瓜的 好了 热闹看完了 我们也该回去店内准备了 走了 又喂 宋阳 哦 说完梦魇等人就要离开 梦魇 你 你能不能别走 我现在真的很慌乱 大脑一片空白 你能不能够帮帮我 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楚琳处处可怜地哀求到一如小时候 楚琳不想学习钢琴 却被楚海军硬逼着 当时楚琳也是用这样的表情 哀求着梦魇 让梦魇帮楚琳想想办法 年纪还小的梦魇最终想出了两全之策 就是陪伴在楚琳的身边 帮着楚琳度过枯燥无味的训练期 慢慢喜欢上钢琴 慢慢学会如何去成长 这一陪就是两年的时间 达那以后 楚琳日常生活对梦魇或多或少有一些依赖成分 只是在楚琳去国外深造钢琴之后 彻底断了 如今楚琳在梦魇面前露出跟小时候一样的表情 是真的这件事对于楚琳的打击太大了 让楚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一是楚军林跟楚家庭闹成这样 二是这件事情传出去 对楚氏集团绝对是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 关我屁事 梦魇只丢下这四个字 连头也不回 带着颂阳跟林又威回到了隋安甜点店 楚琳呆呆地站在原地 听到梦魇那四个字 还有不同以往 头也不回的绝情 楚琳深深意识到 以前那个陪伴着楚琳 度过最困难岁月的乖弟弟 不会再回来了 明明这一切 楚琳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明明赶走了梦魇 楚琳唯一的执念 就是跟梦魇弹奏一场钢琴 为两个人之间的纠缠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什么在这一刻的手足无措 来自于梦魇的冷漠 如此的伤人心肠呢 请问你是楚家庭女士的家属吗 一名警察看到楚琳 主动上前来询问 楚琳作为楚家四千斤 世界出名的新兴钢琴家 作为既是人 或多或少都看过楚琳的照片 特别楚家七姐妹 长得有几分相似 很容易认出来 是我 我叫楚琳 是楚军林跟楚家庭的亲姐妹 请问警察同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跟我来吧 我们正在调取办公室内的监控 以及店员的口供 好 楚琳只能够强行镇定下来 跟着警察同志走进了 J T 甜点店 夜幕降临 楚清梅等人得知了消息 纷纷赶到了 济世第二人民医院 站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楚清梅再知道 将楚军林打成这样的人 是楚家庭之后 整个人坐在手术外的长椅上 喃喃自语地开口 作为男人 楚天柱哪怕在震惊 都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坚强起来 靠在楚清梅身边开口 三姐 没事的 冷静 二姐 不会有事的 他踏踏 一阵高跟鞋摩擦地面的声音传来 楚海军小跑着冲了过来 额头还有着细细的汗珠 如今已是秋天 楚海军还能这副模样 想必赶过来的时候 到底有多匆忙 见到楚文彦等人 楚海军赶紧问道 到底怎么样了 七妹正在手术室内 帮着二姐进行手术 都一个小时了 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大姐 别紧张 下一秒 手术室的灯灭了 楚思思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求礼物 第215章 楚家庭进监狱 怎么样了 七妹 七姐 众人赶紧上前去询问 二姐受的伤并不严重 缝几针就好了 就是 脸上被抓了几道很深的伤痕 估计恢复期得很久 而且无法完全恢复 比毁容好一点 楚思思已经尽全力缝合了 只是这几道伤痕 注定不可能完全恢复 会在脸上留下痕迹 这可是 一个女人的脸 特别楚军灵 还是一名歌坛 冉冉升起的歌星 虽说楚军灵走的是 实力派路线 从来不靠人脉 还有颜值 但是这种东西 在娱乐圈这种地方 不能缺 很多歌迷潜移默化 都是连同楚军灵的歌曲 还有颜值一起喜欢的 更别提楚军灵的才华 还有背景了 这些都是加分项 是吸引粉丝的重要因素 如果楚军灵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脸上 多了几道无法磨灭的伤疤 还是来自于 自己最信任的妹妹痛击 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怎么样了 楚灵这才姗姗来迟 四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楚家庭 要这样子伤害二妹 楚海军赤红着双瞳 声音像是从喉咙里发出 要将楚家庭千刀万剐似的 我 我陪着警察同志观看了监控 以及听了 J T 甜点店内服务员的证词 好像是二姐先动手 骂了打了六妹一巴掌 还说什么六妹 完全不如梦年的话 六妹是听了这样的话语 受到了刺激 不顾一切地跟二姐打了起来 说到这楚灵 不由得打了的寒战 在监控里 楚家庭发起疯来的模样 真的像是要杀了楚军灵 在楚灵的记忆中 见过楚青梅狂躁症发作的样子 也不会像楚家庭那么变态 楚家庭真的精神失常了 这个王八蛋 竟然想要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姐姐 她是不是疯了 楚海君突然捂着自己的头 脸色惨白 汗水刷的一下冒出了全身 大姐 我的头 好疼 好疼 楚海君有气无力地开口 紧接着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楚家人瞬间乱成了一窝粥 可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楚家庭跟楚军灵闹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连坠 剃 甜点店都被警察暂时封了起来 进行调查 那些对楚氏集团现在手里捏着的资源 虎视眈眈的敌手 哪里会乖乖地等着 疯狂地带节奏 前有豺狼 后有虎豹 今天晚上 不 应该说是未来一个月 这样的狂轰乱炸 还会持续 不知道会给楚氏集团带来多大的麻烦 对于楚家来说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 楚军灵悠悠转醒 大脑还是一片混沌 一股刺鼻的消毒水 味道呛得楚军灵不停咳嗽 我 我这是 等感官回到身体之后 楚军灵感觉到脸上一阵刺疼 想到了昏迷之前发生的事情 楚军灵瞬间崩溃了 二姐 楚天柱看护着楚军灵 见楚军灵在床上大喊大叫的 赶紧冲过来 按住了楚军灵 免得楚军灵伤到了自己 医生 医生 快过来啊 医生很快赶了过来 没想到楚军灵的反应这么激烈 只能够给他注射了一点镇定剂 这才让楚军灵慢慢冷静下来 二姐 我在这里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你说给我听 楚军灵沉默了好一阵子 这才虚弱的开口 天柱 我的脸 我的脸是不是毁容了 没事的 二姐 别自己吓自己 只是有几道伤疤 现在医学技术那么发达 一定能够帮你修复好的 楚天柱还想着继续安慰 楚军灵的眼泪就刷得一下流了下来 二姐 你是实力派 如果你说 怕影响到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不用怕 你说过你不靠楚家跟颜值吃饭 你的才华足以横扫一切 你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 你不懂的 天柱 你不会懂的 这些东西 我可以不依靠 但是不能够没有 曾经拥有过 现在变成这样 谁能接受得了 因为镇定计的关系 楚军灵的情绪保持得很镇定 全身动弹不得 只能够不停流泪 最让我伤心的是 伤害我的人是楚家庭 我的亲妹妹 她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掏心掏肺地关心她 即便她犯了 错被大姐赶出了家门 我还是找人去帮她 结果她却想要杀了我 二姐 六姐已经被抓进派出所了 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天柱 这件事就让大姐负责吧 我不想要再见到六妹了 想到在办公室 楚家庭歇斯底里的模样 楚军灵除了愤怒的同时 还有一种强烈的恐惧 再也不敢见到楚家庭了 好 二姐 你休息一下吧 楚天柱轻叹了口气 等楚军灵睡着之后 楚天柱这才偷偷摸摸来到医院外 憋不住 点了根烟 吞云吐雾的时候提提神 不然楚天柱怕自己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一开始听到楚家庭的骚操作的时候 楚天柱隐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想到真的应验了 楚天柱又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得了 楚家庭跟楚军灵的事情果然闹上了热搜 现在关于楚家庭的报道就是香波波 之前还有报道楚家庭的JT 甜点店生意越来越差 反观梦魇的隋安甜点店门口排起了长龙 各种对比 流量很高 唉 楚天柱深深吸了一口烟 总有一种楚家风雨欲坠的感觉 奈何现在的楚天柱没有能力 根本无法提供帮助 只能够将烂摊子交给姐姐们了 同样的热搜梦魇等人也看到了 在隋安甜点店的员工群里 宋阳得意洋洋的开口 楚家庭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还被送进了派出所 现在估计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一个留有暗底 身败名列的世界冠军就算回到JT 甜点店 这家店估计也开不下去了 谁会吃一个对亲姐姐往死里动手 刚开业没多久就被抓进警局甜点师的甜点 第216章 被围堵了 这 这就结束了 林又微有些不敢相信的发出这条信息 他还以为这对于隋安甜点店来说会是一场苦战 背靠着楚家跟世界冠军的楚家庭 明显针对隋安甜点店 他们必须绷紧神经 用尽浑身解数 才能够应付这场战斗 胜利的可能性还很低 尽管梦魇没有明说 但是 从梦魇的口气 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 结果 赢得这么不可思议 反而是楚家姐妹互殴 导致DJ T 甜点店名声彻底崩坏 包括装修过快导致的卫生问题 还有甜点师互相争吵离职问题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总之 我们该做的 还是要做好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打败这 T 甜点店 还有开更多甜点店 将隋安甜点店的名声打出去 梦魇终于发话了 眼哥说的对 其实楚家庭这次针对隋安甜点店 对我们来说是个机遇 原本还想运营一年 打出名气跟口碑 才正式投入引流 结果因为楚家庭这么一闹 我们甜点店的名气直接爆炸 间接不知道给我们省了多少推广费 哈哈 要是楚家庭知道了 估计长子都毁清了 今天来隋安甜点店排队的 或多或少都是送羊找的托 就是要趁着这波热度 更上一层楼 天天排队涨龙 打造性价比 加上梦魇的手艺高超 本身又有话题性 简单两个字 提速 时间眨眼过去了一个星期 楚家庭今天才被保释出来 戴着墨镜口罩帽子的楚家庭 刚出派出所 一大堆记者早就等在门口 拼了命的挤上 前来采访楚家庭 请问楚家庭小姐 您跟自己亲姐姐楚君灵 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 才会让您跟楚君灵小姐打起来 听说楚君灵小姐 这次伤势很重 还毁容了 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 是不是楚家将您赶了出去 导致您的神经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楚家人无比仇视呢 楚君灵小姐当初去这 T 甜点店看您的时候 听说还打骂了您 请问这是冲突的导火索吗 老铁们 我现在就在济世派出所门口 一手消息得知 楚家庭今日被保释出去 现场直播中 我们已经看到本人了 礼物刷起来 对脸直拍 你们聚集在这里做什么 快让开 由于记者跟直播 UPE主太多 警察只能够出来 护送着楚家庭上了汽车 楚家庭被外套盖着 一直低着头 没有开口 直至上了汽车的后排 负责这件案子的律师 抬了抬自己的眼镜 楚家庭小姐 你好 我是这次负责案子的黄迪 你可以叫我黄律师 上次跟我见面的律师呢 楚家庭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她 黄迪面露难色 临时有事 就将案子交给我处理了 有事 我看是不想跟麻烦的案子 扯上关系 所以丢给你这个 在律师事务所 没什么话语权的新手吧 楚家庭一语中递 黄迪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这件案子 现在被炒得那么火热 简直就是烫手山芋 赢了能够扬名立万 同时 有可能得罪楚氏集团 毕竟楚家庭打的是 自己的亲姐姐楚君灵 输了 也是吃力不讨好 要不是事务所 被分配到了这件案子 他们哪里想接 在事务所 没什么话语权的小透明黄迪 自然变成了炮灰的不二人选 看来楚家庭心里头 很有避数的 楚家庭小姐 不管怎么样 既然我接了这个案子 我需要你全力配合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帮助你 现在我们主要有一点 必须求得当事人楚君灵的原谅 我曾经去找过楚君灵小姐 她对我避而不见 也没有透露 任何有想要和解的意向 这样对于这件案子十分不利 楚家庭小姐 您跟楚君灵小姐是亲姐妹 如果是您亲自去找楚君灵小姐认错 二姐 听到这楚家庭的心涌起了一股刺疼 当初楚家庭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了 等恢复理智 被冰冷的手铐烤上 目送着载着楚君灵的救护车离开 楚家庭才意识到 自己做了多么恐怖的事情 被关进派出所的日子里 楚家庭日日夜夜的煎熬 简直是生不如死 如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楚君灵 开车 我要去J T 甜点店 什么 皇敌微微一正 楚家庭小姐 是我没说清楚吗 是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 我说了 去J T 甜点店 不是 楚家庭小姐 以您的所作所为 如果我们不取得楚君灵小姐的谅解 接下来的事情会很难办的 更何况 现在那么多记者等着赌你 知道你闹出来的事情 引起多大的风波了吗 楚氏集团 最近都因为这些事乱糟糟的 停车 楚家庭突然抓着前面的司机 快停车 吓得司机赶紧踩下了刹车 楚家庭狠狠撞了一下前面的座椅 顾不上浑身的疼痛 楚家庭立马打开车门 自己拦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这操作简直把皇敌看傻眼了 楚家庭 莫不是真的疯了吧 等出租车将楚家庭送到了 J T 甜点店 楚家庭下车的时候 司机还不停地朝着楚家庭张望 都这个时候了 怎么还有人会打车到J T 甜点店呢 这家店已经彻底臭了呀 看着J T 甜点店门口上的封条 楚家庭心生一股怒气 上前就将封条给撕了 紧接着掏出手机 一个个打电话 都几点了 还不过来上班 我给你们工资 是让你们白吃饭的吗 草 啊 可是老板 J T 甜点店都被派出所封了 到现在还没解封 让你过来就过来 听不懂人话吗 这时有人注意到了楚家庭 不由得喊了一声 喂 你看 那不是楚家庭吗 是啊 被抓进派出所里 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你小声一点 人家可是神经病 连自己亲姐姐 都差点杀了 靠 我还是楚军林的歌迷呢 这货把我偶像打得进医院 都毁容了 我真想手撕了他